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区 开设 其中 海外 据说 上市 股价 若干 家 品牌 开创 饮品 纯箱 拿铁 酒吧 注重 风雅 董事长 常规 体验 现任 商展 敏锐 意识 轻松 气氛 社交 放松 心情 温馨 经验 柔和 清洁 木质 优美 背景 同事 客户 业务 浏览 脸书 发送 微信 下载 独处 悠闲 奔波 不匪 纯正 周到 服务 跨国公司 白领 属于 经典 办事处 优雅 简直 完美 完美 地点 大厦 常客 熟悉 面孔 地位 标志 象征 陆续 单调 甜点 接近 看好 成倍 数量 专有名词 星巴克 西雅图 财富五百强 商业周刊 意大利 课文 星巴克的第三空间 餐饮业的奇迹 星巴克于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市开始 开始时只出售咖啡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星巴克现已进入全球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 开设了大约近两万家分店 其中美国一万一千余家 海外七千余家 星巴克的发展速度很快 据说 每八个小时就有一家新店开业 星巴克于1992年上市 上市以来 股价增长若干倍 星巴克还是财富五百强之一 商业周刊全球一百个最佳品牌之一 星巴克的高速发展开创了餐饮业的奇迹 在星巴克出售咖啡饮品之前 咖啡在美国只是普通人家里的饮品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也没喝过纯香的拿铁 没有想到 咖啡店可以开成像酒吧那样的地方 也不相信注重风雅的日本人会在大街上边走边喝咖啡 是星巴克用咖啡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 星巴克董事长舒尔茨曾说 我们喜欢打破常规 做出别人说不可能的事 这可能就是星巴克成功的秘密 出售的是咖啡体验 星巴克的发展是这样开始的 1983年 现任董事长舒尔茨到意大利参加商展 他走在街头 发现那里的咖啡馆一家接着一家 坐满了人 意大利人早也来 午也来 到了傍晚下班 还要先到咖啡馆坐一会儿才回家 大家一进门就好像碰到了熟朋友 听着音乐 喝着咖啡 聊着天 舒尔茨敏锐地感觉到 美国人在家里喝了上百年的咖啡 星巴克在市场上卖了十多年的咖啡豆 但没有意识到咖啡馆是可以吸引人们一来再来的地方 他特有的轻松气氛 能给人们提供社交和放松心情的温馨空间 舒尔茨把意大利的经验带回了美国 现在走进任何一家星巴克 都有柔和的灯光 清洁的环境 软软的沙发和木制桌椅 以及优美的背景音乐 尽管星巴克每杯咖啡的价钱是其他店的两倍 但在这里你可以与朋友聊天 与同事客户谈业务 也可以上网浏览脸书 发送微信 下载信息 或者一个人放松在音乐 混着咖啡箱的气氛中 享受独处的悠闲 与其说星巴克是在出售咖啡 不如说是在出售咖啡体验 让奔波在家庭与办公室之间的现代人 有了另一个空间 即舒尔茨所说的第三空间 这里第一空间是指家庭 第二空间是指工作单位 而第三空间指的是除了家庭 工作单位以外的休闲场所 如电影院、商场、酒吧等 中国白领享受星巴克 星巴克1999年1月在北京 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分店 现已开了1000余家 尽管星巴克的价格不菲 但它纯正的咖啡 优美的音乐 安静的环境 周到的服务 吸引了很多收入不错 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年轻白领 使他们多了一个 似乎只属于他们的空间 于是他们中间 就有了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 我不在办公室就在星巴克 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 在一家跨国公司天津办事处工作的 孙婉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年天津还没有星巴克 孙婉在北京 见到了那里新开业的星巴克 立刻就为他优雅的环境 蠢像的咖啡所吸引 用他的话说 简直就是完美 2001年5月 第一家星巴克分店在天津开业了 地点就在公司大厦的一楼 从开业的第一天起 孙婉就成了星巴克的常客 有时是为了放松 有时是为了谈业务 一星期少说 也去两三次 慢慢的 他在那里看到了越来越多 大厦里熟悉的面孔 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似乎成了一种地位的标志 成功的象征 后来 天津又陆续开了许多国外的 本土的咖啡店 但孙婉依然喜欢星巴克的单调 只有咖啡和一些甜点 没有其他咖啡店提供的西餐 这一切似乎让他觉得 星巴克与咖啡这两个字更接近 中国的传统饮品是茶 但像孙婉这样的年轻白领越来越多 星巴克因此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计划成倍增加开店数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